新年前夕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0年新年贺词,在贺词中,习近平说,一年来,许多人和事感动着我们,特别提到张富卿,黄文秀,四川墓里31名勇士,杜富博和中国女排,他们是谁,为什么能获此殊荣? 今年95岁的张富卿,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二营六连战士,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,九死一生,多次立功并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。 1955年,张富卿退役转业,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奉献工作,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。 60多年来,张富卿刻意尘封功绩,连儿女也不知情。 2018年底,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,张富卿的英雄事迹被发现。 黄文秀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,201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,黄文秀自愿回到百色革命老区工作,主动请英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。 他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,为村民脱贫致富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汗水。 2019年6月17号凌晨,黄文秀在突发山洪中不幸遇难,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。 2019年3月30号,四川梁山州牧里县发生森林火灾,为防止火势蔓延到附近村镇,梁山铺火人员逆行进入海拔4000多米的原始森林铺火。 3月31号下午,铺火行动中,受风力风向突变影响,突发灵火爆燃,30名铺火人员不幸遇难,列有一人救火窝城中自山坡衰落牺牲。 1991年出生的杜富国,是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中市。 2018年10月11号下午,在边境扫雷行动中,面对复杂雷场中的不明爆炸物,杜富国对战友喊出,你退后,让我来。 在进一步查明情况时,突遇爆炸,英勇负伤,失去双手和双眼,同组战友安然无恙。 9月底,在日本举行的女排世界杯上,中国女排以好举十一连胜,无一败计的成绩成功未免,赢得第十个世界冠军。 一直以来,中国女排所展现出的不畏强敌,顽强拼搏,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,更是激励和感动了无数人。 正如习近平在贺词中所说,许许多多无怨无悔,心情奉献的无名英雄,他们以普通人的平凡,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。